游艇 派对 比基尼 这些关键字 多半是来自国外电影印象 事实上游艇不只是有钱人专利 到了台南安平 过去看历史看古迹 现在也有全新面貌 雅国游艇集团一手打造 台版的澳洲黄金海岸 想开创蓝色经济 一开始是没有想到这么复杂 那做了之后才发现 本来是要玩一艘船 后来才发现要盖一个好的码头 未来台湾可能会达到 每两千个人就有一个人有船 所以会到一万艘 那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的游艇的数量 大概五六百艘 从卖游艇再到盖游艇码头 以及游艇会所 雅国还想盖饭店借Villa别墅 看好台湾游艇发展潜力 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两年 其实有大量的民众涌入去坐船 但他不是买船 但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以前大家连坐船都不坐船 那因为游艇他从小一点的船 几十万就有 一直到大一点的船 好几个亿甚至上十个亿以上的都有 游艇的感觉就是要给人高大上 像现在也可以看到环境 几乎都是用原木打造 这里除了有一个客厅 后方还有餐厅还有会议室 我们拐了一个湾走到地下室 这里可容纳四间房间 其中之一间是双人房 可以看到这一艘船可容纳四十八人 不过造价要两亿元 几乎可以让你买好几套房 别瞧游艇Q33 疫情助攻了台湾游艇业发展 根据台湾游艇工会数据 2019年游艇外销出口额 2.25亿美元 将近69.4亿台币 2020年也有60.8亿台币 2021年再冲新高 预估今年会再成长15% 台湾除了台积电护国船山之外 其实游艇制造业 也是隐形的台湾之光 因为去年的游艇出口值 达到2.26亿美元 不仅是亚洲第一 还是全世界前几名 你这艘船是3000万 那你一年大概付10% 就是300万来维护这一艘船 所以如果我们200艘船停满 这里就有60亿的船 10%一年就有6亿的这个 maintain fee 台湾游艇实力雄厚 外销订单满载 对内也还有成长空间 政府得和企业联手发展 海上修器娱乐产业 才能让台版的黄金海岸 不是梦 今夕我林耿雪余家伟采访报导 可爱你 请你推动吗 请不吝点赞